如果你们也遇到电池这个问题 这是我的红色正极 原来这个地方应该连着电源 这样过来的 然后这里连着电池的正极 但是这一部分 可能太久了 或者我上次在紧的时候弄断了 断了之后 原则上你就要去4S店去修 修的话 他们很有可能会让你换整一条这个电线 正极的这条电线 但这个换起来就会很麻烦很贵 然后我在网上看到有个视频的话 我还特别买了工具 把这个线切掉 切掉之后换整个这一个 这个跟它基本是一模一样 回头再看看链接吧 是一个好像现代车还是什么车用的键 那它把它切掉 用这个工具 把它切掉 这一部分切掉 然后只剩这个头 原厂的 再把它装到这上面 但是你侧面还要再切 然后再打平 磨平什么的 非常的复杂 我刚刚零机一动 正准备动手的时候 我忽然发现 后面这两个地方 就是这个hold住的嘛 然后可以拿下来 结果把这个扳开 把这个撬开 两边 就把这个原厂的换下来了 现在我把这个买的键 把这两个地方打开 把这个拿出来 再装回去 再把所有线连好 就搞定了 这个方式的话 就不用切了 不然的话 很麻烦会很多 还要后面清理 而且效果不知道怎么样 要磨平什么挺麻烦 好 我们试试看 最后弄回去效果怎么样 虽然工具没用上 但是换下来 跟原厂的一样 就是换了个螺丝 这个问题 如果大家遇到的话 可以参考这个方法 OK 这是原来的右边的腹肌 看上去更新的 免费工具 谢谢观看 点赞留言 转发 下次再见 拜拜